起飞 安静 安静 要倒进十了 来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起飞 升空 不知道为什么 我蛮激动的 航天飞行器 将于今天 将航天员杨立伟送入太空 他的成功将标准着中国 成为继前苏联合美国之后 第三个永运复行将人送到太空的国家 给我 哎 往哪儿跑 站住 我站住你 站住 快跑 给我 给我 你快点给我 怎么了 小浩 你干嘛拿姐姐的东西啊 小孩子嘛 应该只是好奇 你别怪他 小浩子 不可以弄弄弄了别人的东西哦 你看 又自己生气了吧 赶快给自己道歉 小浩 我们去你学校看看好不好啊 走 哥哥带你去走 没事吧 没事 那一起去吧 帮助你 石头剪刀布 对啊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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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孩子 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姐姐不跟你生气了 一模一样 这不是颐和园那个石器拱桥吗 吴昊 你不是叫李浩吗 这是你的杯子吗 这杯子 哪来的 颐和园 你什么时候去的北京啊 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妈妈昨天不是说 你们没有钱去北京吗 这个吴昊是你 小浩子 你告诉姐姐 你到底是叫李浩 还是吴昊 吴昊 吴昊 什么 请假 我说你才刚来几天了你就要几天了 帅哥 我家里有点急事 你还是实习期呢 你就不能过段时间吧你 我主要是看公司最近也不忙 什么不忙啊这 这不刚好来了一单子吗这 家里什么事 我爸病了 你爸病了 我说他也病得太不少 行行行 几天呢 四五天就行 得了 一星期没了 行吧 谢谢涉哥 涉哥我还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预支我这个月的工资啊 得得得得 你不是没上几天 你让我预支工资 你动什么点啊 慈善机构啊 好 这样吧 今天晚上有一饭局 你跟我去一趟 一切等办法再说 行不 行 涉哥我我酒量不行了 我说许燕啊 你就不能为公司做点什么嘛 不是帅哥围栏你 这个烟草公司的刘总那边单子啊 特别不好谈 只要把那合同给签下来 咱们公司可以半年不接活 年轻人 别老实提条件 得实在这儿 就算帅哥 我什么条件答应你 你总能让我心里舒服点吗 什么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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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说是 小耗子 这小耗子的爹 和小耗子的娘 买来的 我之前听人说过 这边有些家庭因为生不出男孩 所以就从人贩子手里买 人贩子 你小声点 胡小蕾 我发现我认识你之后 我的人生剧情越来越狗血了 我听过那么多次人贩子 没想到这一次既然出现在我的人生当中 而且就是现在 就在我旁边 小蕾 你们仨坐那儿干啥呀 我们晒太阳呢 晒太阳 晒太阳 好 好 马上就要开饭了 一会儿回来吃饭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老二 把你弟叫回来吃饭 人贩子 大哥大姐不一定是人贩子 他们只是买孩子的人 这种事不可以瞎猜的 会不会是搞错了 我也觉得很搞啊 难不成让小浩子的爹和小浩子 拿一个低血认亲给我们看一看 你看啊 大哥姓李 小浩说他姓吴 大哥大姐这辈子都没去过北京 可小浩说了 那个杯子是他爸爸在颐和园给他买的 你们在听他的口音 不觉得哪儿不对吗 华子 回来了 要给你做好饭了 知道了 小蕾 你们仨多吃菜啊 多吃点 好好好 你们多吃点啊 多吃点 多吃点 浩子 来 多吃点肉 这娃儿呀 不好好吃饭 老是不长个儿 我们都快急死了 生了这么个宝贝疙瘩 我们呀 都不知道该怎么疼他了 我们李家 以后就全靠他了 就是就是 你们呀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好